最近因为张绍涵在某档综节目中的热读 他和范伟奇那点塑料姐妹情的事 又几次三番的被翻了出来 看到老婆这么被人骂 陈建州自然坐不住了 不仅帮帆帆深处评论 更是在微博发言护妻 3月4日晚和人陈建州更新微博实力护妻 疑似对近日张绍涵事件 劝调老婆范伟奇称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在被攻击时 最需要被提醒去面对问题 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 否则很快就被对手打垮了 客人认为在被激动和受伤之 最快的反应是要反击 但是又控制不了别人怎么说 所以在被攻击时要保守自己的心 并让范伟奇在受到攻击时该怎么做 写道 重复思想神的应许 聆听圣乐大声唱歌 与有积极思想的朋友来往 招有责任心的朋友帮助你 祷告尊重为大荣耀神 专注在神的旨意上 乐意俯视他人每天认罪 被攻击时感谢神的保守 为诋毁伤害你的人 祷告 饶恕饶恕再饶恕 感谢上帝的带领 让更多人选择善良